為何愈來愈多家長覺得小朋友有扁平中問題 暫時來說專家會有一個懷疑 新一代的小朋友因為太早穿鞋 其實腳在發育的時候 來自地下的壓力會令腳掌慢慢長高 去做一個射力系統 相對於我們的上一代他們很多時都會赤腳 赤腳踩到泥地或平地時 慢慢會令腳的弓位展開得比較好 基本上人的足弓位置到六歲才正式形成 其實腳的形狀大致上是這樣的 彎彎的形狀 但如果人有扁平足的時候 會形成一個直的形狀 其實這一個會是一個射力系統 一個腳弓位形成得不好 會日後影響到膝蓋會有傾側的姿勢 盆骨有機會傾側 尤其是如果那個扁平足左右的角度是不一致 一個扁平多一點 一個扁平沒有那麼多的話 就更加有機會令到會有盆骨質的問題 功能性的長短腳 其實有些數據我們會看到 扁平足和天生的脊椎側彎 或者不明來歷的脊椎側彎 有機會是有關係的 想知道小朋友有沒有扁平足 不妨參考一下 Dr.Wong和兒子玩的印腳遊戲 做個紀錄在他不同的生長階段的時候 用一些小顏料去幫他做一些紀錄 你可以踩這裡一下 站起來幫我踩腳下來這裡 對了 用點力踩下去 我們很清晰地看到 腳的外側 一個弓位 裡面這裡是沒有受到力的 而有扁平足傾向的小朋友 這裡這個位置會一樣有那麼深的顏色 日常生活有什麼要注意的? 其實這個地方是安全的情況下 小朋友還發育緊的話 腳掌未形成的 腳未大定的 其實比較理想的 都是赤腳會比較好的 如果你的家長本身是有 很明顯的扁平足而影響他的 那你的小朋友在六歲之前 就更加要注意 儘量在家裡不要無端端讓他穿鞋 有什麼運動可以預防扁平足? 這個動作是一個由扁平拉高腳弓的動作 把一個紙巾拉高 盡量不是用腳趾去夾 用腳掌去夾 把它移動 因為小朋友可能小時候未必理解你的動作 叫他用腳趾去夾一些小波子 經常會有投訴 因為懷疑扁平足 走得久腳掌痛的話 可以找一些網球類 或者一些瑜伽球 去做一些按摩 整個腳板底都要做到的 用少少力 壓到他有少少感覺 不要壓痛他 在看電視甚至乎在做功課 都可以用一個球 去做一些小按摩 對於刺激腳弓發育 有一定的幫助的 希望你再次添加一個小的小的小毛孔 我們希望你再次添加一大小的小手 一個小的小的小手 我們轉換了 去看看